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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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邀請到了時尚非常有名的CEO 溫小洪老師來教我們的長輩 如何化妝、整理梳理頭髮 還有我們衣服的搭配 根據自己的身材 讓大家走星光大道伸展台 展現出美和自信 我們這個課程是屬於比較小班制 我們大概開放40個名額 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來這個課程是六月份要舉辦的 一直延到現在 所以我們一開放出去就秒殺 長輩也都非常期待有這些課程能夠來參與 英華族能夠出來這樣子 農入年輕人的一些活動 覺得很不錯 然後是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前面呢 跟著上時代他們有走秀 讓我們開眼界 這個是我們這輩子好像沒有 沒有機會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大家也很開心 我看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就忘記了年齡 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很快樂的一天 這樣子 當然老師也有講解 他講得很仔細 然後各方面 從 法式 服裝 台部 都講得很好 所以我們好像就真的走到一個 一個時尚的那種 這樣子 英華族的時尚的 這樣子 有這個機會 真的謝謝我們這個健康中心 活動中 除了由國際時尚藝術文化協會 理事長溫小洪老師 為長者量身打造服裝搭配 臉部彩妝與頭髮造型 還邀請到江戶家家政科老師 帶領長者們製作手工皮件和進工飾品 並由學生們擔任志工 陪伴引導長輩 透過有溫度的手工創作 完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大家這種課程很好啊 因為像我們年紀大的 都待在家裡對不對 那會肌肉萎縮 會有一點比較找失智 因為沒有人講話 所以會找失智 那來這邊活動的話 聽人家講話 腦筋會活動 像這個要上色什麼之類 這個腦筋都要動啊對不對 你要上什麼顏色自己高興就好 都不一樣啊 都是獨一無二的 很好 很有紀念性 很快樂 而且來交到很多朋友 不然你在家也是很無聊 出來打花時間過得很快 心情很愉快 而且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們到江戶家鎮非常榮幸 跟我們大同區的健康服務中心 可以針對我們樂齡的大哥哥 大姐姐們有這個機會 就是結合手作 那因為我們到江戶家 這次出來是由我們的家鎮群 我們家鎮科的孩子 那因為他們家 他們就是平常手作的 這個手作的專業 那也希望說透過這個 就是代金的一個關係 就是說他們因為現在台灣 是少子女化跟高齡化嘛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不管是教學也好 其實孩子是把他們的專業做中學 那我們也發現就是這些孩子 他們本來就是他們未來 可能對於這個產業還有大學的校系 其實是有興趣的 那他們未來想要的念的大學校系 其實也是跟健康服務啦 老人照護啦還有社工是有相關 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當中呢 也把孩子帶出來 那也希望說他們透過今天 一系列的一些相關的活動 不管是皮件啦或是帶包啦 甚至精工 我們也希望說在這過程當中 讓這些他們所謂的爺爺奶奶也好 然後也讓我們孩子 他們可以建立彼此的這個 透過溝通學習 那也可以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多認識這些我們的爺爺奶奶們 他們可能在生活上的需求啦 或是爺爺奶奶他們 他們的一些經驗分享啦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不是只有來 教他們做這個專業手作 其實我們的孩子收穫的部分呢 也更多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今天這樣的橋樑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有多一點的關懷 多一點你的愛 然後去多認識我們這些 我們所謂的銀法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然後也希望他們可以奉獻 他們自己的專業跟愛在這裡面 那我們真的很謝謝這個 大同的健康服務中心 給我們到江戶家 還有我們給我們家政群的孩子 有這樣的學習的機會 那當然也希望說這個 這個這樣的結合呢 不是不是因為這只有這一兩三年 我們希望說這個課程可以不斷的延續 然後也可以造福更多的 這個我們的高齡的一些長者 由於大同區65歲以上人口比例 佔了百分之二十一點一二 相較臺北市的二十點一二 已邁入超高齡社會的門檻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期盼透過舉辦樂齡活動 幫助長者實現自我增加自信心 活出生命的價值與自信 大理石上心光學院讚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棒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健康的概念 沒有心理健康就沒有真正的健康 因此台北市衛生局率先在民國89年 在中正區打造全台第一處獨棟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並且規劃在114年完成六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讓更多民眾能夠就近取得心理衛生資源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主要是以提供民眾 心理健康衛生宣導、心理諮詢及自殺防治、 精神疾病患者至關懷仿視服務 以及網路資源的連結 為了讓更多民眾能夠就近取得心理衛生資源 台北市衛生局今年三月與九月 相繼佈建完成萬華區、文山區兩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後續將於112年佈建北投區、內湖區 及114年新一區等公計三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來守護市民心理健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於健康的概念 沒有心理健康就不會有真正的健康 所以我們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在英國89年的時候 在中正區就打造了第一棟的社區心慰中心 但我們為了持續能夠促進市民的心理健康 我們會在114年以前完成在台北市總共會有六處的社區心慰中心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持續來守護市民的心理健康 當然社區心慰中心的主要任務 除了提供民眾的心理健康衛教宣導、心理諮詢服務以外 我們還特別針對了自殺個案以及精神個案 從出院之後回到社區的持續關懷性服務 讓他們能夠後續的網絡資源連結更緊密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3月7號、9月7號都已經完成了 灣華區、文山區兩處的心慰中心 明年我們會在北投內湖 114年以前會在信義區完成的這些社區心慰中心 就是要讓市民能夠在任何地方都找到 以及用得到這些各種多元的心理衛生資源 那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打亂 我們的生活作息造成我們的心理健康也是受到影響的 所以我們在信義中心的一些空間設置上 會有一些隱密性的會談 以及舒適的等候區域 以及一些多功能的會議室 就是希望透過這些空間的設置 然後辦理一些心理健康議題的一些講座、教育訓練以及活動 然後還有甚至可以提供相關的心理諮詢服務 讓民眾能夠跟我們共同參與以及分享 更重視自己的心理健康議題 那近年來當然因為精神疾病也是大家所重視的 所以我們在社區心慰中心 114年完成物件五處之後 我們會聘有專業的一些心理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 以及社工、官導員這些 透過這些專業的人員 能夠讓精神個案在社區中得到持續的一些照顧 那同時也能夠對於家屬有一些情緒上的支持 讓他們有喘息的空間 所以我們社區心慰中心 其實就是社區裡面的心理健康服務中心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說 如果民眾有出現情緒困擾、沮喪的一些狀況 那不用擔心可以撥到3393、7885 這樣子的心理諮詢專線 我們就是希望接助社區中每位需要協助的民眾 同時校園也有建置福島SOP 幫助師生取得心理衛生資源 校園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師生、學生的心理健康 也是我們衛生局非常重視的一環 所以我們是持續有跟教育局、學校這邊在做合作 那在衛教宣導的部分 我們會定期跟他們辦理一些衛教宣導的課程 比如說可能是學生的一些情緒的支持 如果如何尋求資源的協助 那如果家長或是老師對於青少年兒童的一些議題 他們如何更了解他們 然後如何跟他們溝通 所以這些課程的辦理有可能是走入校園 或是回到我們社區心慰中心 這樣子的連結辦理 這個是我們持續在進行的 另外在服務的部分就是 學校這邊當然有很健全的三級輔導 那除了學校的三級輔導的部分 如果後續他回到社區中仍然有需要心理諮詢 或是一些情緒上的支持的話 其實教育局他都會轉介給我們衛生局 然後我們會有社區心慰中心的心理師 進行後續的個案的一些評估 以及後續資源的連結 而且這些轉介不只是單一項的轉介 實際上我們現在社會安全網 都會有一些個案的研討會 以及輔集或是區域的會議 在會議上都會針對局處網絡 也需要協助 那共同提出來討論 所以社區新聞中心這邊都可以接收到 相關需要心理資源 心理衛生服務的這些訊息 來進行後續的提供服務 另外衛生局也說明 思覺失調症 與腦內功能運作時常有關 臨床症狀表現為 知覺、思想、情感、行為等 多方面的功能障礙 特別是與日常生活的現實 有明顯的脫節 以聽、幻覺及妄想最為常見 照期介入是治療思覺失調的關鍵 可以早期恢復 有效避免復發 前幾年很夯的電視劇 我們與二的距離 劇中有為思覺失調症的患者 因為沒有病逝感 嚴悟就醫 導致嚴重影響 工作以及生活 思覺失調症其實它就是思想 以及知覺功能失調的一個精神疾病 那耗發在15到30歲 它會嚴重影響到一些家庭照顧者的壓力 以及醫療之處 更是精神疾病 不明化的問題 所以這邊就是要提醒 社區中如果有親友或是居民 出現一些思考邏輯 行為混亂的狀況 或是人際退縮了 心病加重等等情緒困擾 就是讓它協助它 盡快的尋求精神醫療的一些協助 加上我們後續會有一些社區關懷 它是可以有機會緊張回歸社會的 那其實在同時 我們視力聯誼中的院區的精神科 邱主任也提到 對於思覺失調症 它特別是與日常生活的一個現實 有明顯的脫節 像以聽判決 妄想是最常見 那不過只要能夠早期介入 那對於治療思覺失調 它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及早介入及及早就醫 那給它 它的一些症狀可以明顯的改善 它對育後是有非常的幫助 那依據我們現在健保資料 共109年的一個資料庫顯示 大概現在全台灣有15萬人 被診斷為視覺失調症的一個 相關疾病的病症 那我們台北市有充足的 醫療精神的一些衛生資源 那所以只要有出現一些 剛剛我講 像思考邏輯行為混亂這些狀況 就是及早協助它就醫 那尤其是我們後端 長期的一個關懷照護資源的連結 支持他們回歸正常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會在114年以前 在不見無處的行為中心 透過我們這些專業的 專聘的一些師級的專業人員 像心理師社公司 以及護理師職能治療師 尤其我們是主動走入社區 提供廣伴服務這樣的一個連結 然後讓我們的精神個案 可以從出院回到社區 然後社區中這邊再可以一些 主動的一些服務 也讓家屬能夠喘息 得到心理的支持 所以這邊最後再強調 就是說希望我們所有的民眾 對於思覺失調症犯者 能夠多再給予一些溫暖以及關懷 因為他們就像得到其他的慢性病一樣 我們只要能夠及早介入及早關懷他 讓他能夠穩定就醫 他是可以很快的回歸正常生活的 有任何的相關訊息都可以撥打 我們的33937885 台灣約有15萬人 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準思覺失調症 妄想症和其他非情緒精神病症 家人和朋友 如果有情緒困擾 思考邏輯 行為混亂 或人際退縮 懷疑心中等困擾 應協助就醫 及早尋求專業判斷 及早治療 台北市有充足的心理衛生及醫療資源 支持他們回歸正常生活 亦可使家庭照顧者有喘息的空間 為了讓各界了解都更的發展 加速都更推動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 特別結合產官學界 舉辦第九屆都市更新高峰論壇 透過專業的經驗分享 讓相關從業人員和民眾 掌握目前都更的新趨勢 共同來加速全國都更工作的推動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 為了加速都更推動 每年持續舉辦都市更新高峰論壇 今年第九屆的都市更新高峰論壇 特別結合產官學界探討都更的新趨勢 邀請內政部營建署與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等單位 從都更審議效率提升 以及都市更新導入證券化等四大面向 進行探討與經驗分享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 今天辦的這一場是第九次 也是算第九屆 這個都更高峰論壇是非常重要 尤其現在我們全國啊 有這麼多的三十年以上的這個危險房屋啊 有四百六十萬戶 那麼台北市當然台北市也佔的非常的多 所以啊 以目前全省全國過地啊 在申請這個危老都更的建案啊 也不算很多也不算少 但是畢竟呢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要去改建的地方非常的多 因為最近地震非常的平緩 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啊 這個一來的五六級 甚至最嚴重的六七級 也很難講會到 萬一來一個大地震的話 這麼全國這麼多的危險的房屋啊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總華都更總會呢 全國總會呢 最主要是能夠能夠促進 能夠幫忙 這個地主跟屋主啊 能夠找出讓它能夠改建 那麼配合呢 中央政府的法規 一直在修改修改 我在這裡呢 會特別呼籲的是說 我們地主啊 大家要多了解所謂都更 所謂無老為老呢 不要說一意孤行 如果你為了一戶不參與 就變成丁屬戶 就造成整個地區的改建 受到的影響 此此之外呢 還是要請 因為為老都跟最後呢 都是要錢 如果沒有資金 農租 建築農租再配合的話 也是到最後來 前面是整合 到最後做不成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 所以啊 我們在這裡呼籲啊 這個 金融單位啊 真的是要努力的配合 讓這個都更的 為老的農資能夠配合 才有辦法促成它這個 為老都更改建的工程 才有辦法推動進行下去 很多屋族 地族啊 他不放心 就是怕沒有公信力啊 如果說你這個今天是 地主 對這個整合的公司 建商 信心 你要想啊 不然就成不了啊 這個是一個問題啊 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都跟全國總會 就是如果去讓他 把這個 這個金招牌 擦亮 讓社會大眾 對我們中華都市跟全國總會 有信心 這個也是一個辦法 我們來幫把關 所以我們很高興 每年來辦這個活動啊 是要讓屋族地族 甚至乃至於政府單位 主管單位 中央單位 更重視 更能夠換寬 加速地來辦理 我想我們把它取名為 這高峰論壇的一個 都跟新趨勢的一個論壇 我想四個主題的規劃 我們用了相當大的心力 特別是剛剛講的 有關於審議制度也好 政見化也是一個新的趨勢 那我這邊 就我主委的立場 非常的感謝我們的發次長 在擺盲之中 在我們的規劃裡面 能夠很用心的來 奈下心來為我們主導我們的方向 跟我們討論很多 我也非常謝謝我們各級長官 對我們這一次 都跟論壇的一個協助 非常非常謝謝 當然我們很多的協辦單位 我在這邊也要特別做個感謝 我們台灣導報 還有我們中央寬屏 集中電視有限公司 給我們的資源跟支持 在這邊也非常謝謝 特別謝謝我們治理科技大學 陳校長跟黃沐校長 帶領我們師生們 一起來參加這一次的一個論壇 讓我們都跟能夠在交易裡面 也能夠這個連結 非常感謝 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 也親自參與這場都跟新趨勢論壇 並肯定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 扮演平台的角色 深化都跟議題 協助政府加速進行都跟的推動 我想今天感謝民間團體能夠召開 這麼樣一個都市更新的高峰論壇 那討論的方向幾個重點 大概也是在都跟為老推動這些年來 雖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確實要往前大步邁進 或更加的深化 真的還有一些趨勢 一些重要的方向 要重新來引領整個社會 當然包含了地方政府在都跟計畫的審議 怎麼樣讓它更有效率 讓民眾更有信心 而明明已經有申請都跟的資格 卻還是要去走為老 我覺得這背後當然有地方審議效率不足的問題 要提升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民間提出來方向 我們行政部門也需要來做搭配 我覺得中央地方都要一起努力 讓民眾對於申請都跟要有信心 那有信心的基礎是在於審議真的要有效率 當然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相關的議題 例如說不動等證據化跟都市更新怎麼樣來結合 其實這是讓都跟更加的深化專業化很重要的基礎 那這個部分金融界跟都跟的業界 或者是金管會與內政部怎麼樣來相互合作來更加的精進 我想這都是我們今天要進一步討論的一些關鍵的話題 當然另外還有一些重點包含了 這麼多在整合都跟為老的民間的這些整合團隊 我們怎麼樣透過更好的機制配套措施 讓他們的專業更加的提升 讓民眾更加的信賴 那讓都跟的推動能夠更有效率 我想這真的也是往下的一個重點 今天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議題的重點就是 四五層樓的老舊公寓的裝設電梯 其實這個部分在內政部這些年來已經對於相關法規的鬆綁 已經做得相當到位 但是民間的了解可能還不足 那相關的整合業者 電梯業者或建築師 怎麼跟協助這些需要的社區來擴大推動 我想這麼龐大的老房子 其實拆除重建確實是方法 但是對於更多可以急速的增加電梯 來改善高齡者上下樓梯不變的問題 甚至來改善建築物的結構 甚至提升住宅的價值 我想這都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的 我想今天的活動 其實真的是帶給大家更多 更深的一個都跟為老的想像和方向 而不會局限在過去一直在強調容積不足 這樣子的議題 我想其實這才是健康的都跟為老的倡議的方向 由於台灣30年以上老舊建物 共有460萬戶 比例高達51% 老舊建物比例逐年成長 為了居住安全 都跟的推動刻不容緩 中華都市更新全國總會表示 透過論壇將扮演好推動都市更新的平台 作為地主、實施者、政府與社會公益間的溝通橋樑 期盼突破現有的都跟困境 加速全國都跟的推動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HomePlus中華寬屏在地影像賠利與針見計劃開始囉 即日起到12月15號為止 豐富獎勵能你來拿 詳請請假中華新聞FD粉絲團 或掃描針見簡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 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 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1 眼見不一定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舉辦寒冬駐老 刻不容緩獨居弱勢長輩關懷計劃 邀請公益大使Ella陳佳華化身說書人 以溫暖的聲音訴說在幸福快樂過後的孤老童話 希望大家看見寒冬里的孤老 一起為長輩們注入更多溫暖 幸福快樂的日子過後 帶你走進灰姑娘的孤老生活 灰姑娘終於失去神仙教母的魔法 漂亮舞衣老早褪色 水晶玻璃鞋再也踏不進皺巴巴的腳底 藝人Ella陳佳華拿著故事書 緩緩地唸著大家熟悉的童話故事 延伸創作當公主王子都以年邁時 可能面臨的處境 並以虛實融合的方式 讓社會大眾透過真實的長輩故事 進一步看見獨居弱勢長輩們 面臨的寒冬處境 Ella唸著唸著也不禁熱淚盈眶 我們真的是去看見長輩們內心的需求 還有他們的渴望 然後給予他們最溫暖最貼近的幫助 讓他們覺得真的很惡心 而不是只是物質上面的 所以之前比如說有什麼聖誕老人派送 對 然後還有居家修繕 這些東西我真的覺得就是 你會覺得你知道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你給予我最實際我最需要的那個幫助 然後這是我一直都會看見的 那今年這個是童話故事的一個主題 孤老童話 對 我自己其實在唸這個配音的過程 我其實蠻感動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小梗子 因為其實 我們突然想 好像我整理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的故事 其實我們對故事都會有一種想像 然後從小到大 你就會覺得說 對啊 從以後王子跟公主就是過得幸福快樂 一個美滿的畫面 對 可是長大了以後你會發現 其實現實生活中充滿了各種的辛苦 還有困難還有挑戰 可是我覺得童話故事最重要的不是在於那個結局 最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想要傳達的那個善意 跟希望還有溫暖的那個信念 然後我覺得在宏道基金會裡面 一直可以看得到他們秉持這樣的信念 然後希望透過更了解長輩們內心需求跟渴望的方式 去給他們最實質的幫助 然後讓他們的生活 即便到了老年 還是可以感受到美好跟希望 然後讓他們還是可以擁抱微笑 好好的過他們的餘生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可以繼續為 宏道老人基金會發聲 然後也希望所有有愛心的人士 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來加入這個韓宗助老的這個行動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獨居長輩們 Ella連續五年擔任洪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愛心大使 今年也響應獨居弱勢長輩關懷計畫 與從彰化縣北上的85歲陳鴻阿嫂阿嬤溫暖互動 送上圍巾 手套等保暖小物 叮囑阿嬤要多出門走走 我準備一個禮物要給你 這樣啊 你都我知道你的禮物 你等一下啊 我們有特別準備了寒冬防寒的小禮物 有我們的漂亮的粉紅色的微博 哇 漂亮喔 對 漂亮喔 還挑戰經濟的粉紅色 就像公主一樣齁 對啊 那對年輕人來講 寒冬的時候 像我們最常想到就是約 自己的好朋友可能去吃火鍋啊 或在家裡面就是煮那個壽喜燒 那然後再洗個熱呼呼的熱水澡 然後可以很開心的看個電影 但是像寒冷的天氣 其實對長輩來講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們可能要擔心 他們的晚餐到底是不是熱的 然後他們目前的棉被 他們的衣服夠不夠 甚至是他家裡到底有沒有熱水器 那我會講這個過程是因為 事實上我們在服務很多的長輩 真的就看到他們家裡面實際上的需要 而我剛剛說在家裡沒有熱水器的那位阿嬤 今天也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當然他因為很多的原因 所以家裡他不願意離開那個家 因為那是他的家 可是也因為很多的原因 所以他家裡面很多的設備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個樣子 所以得要透過志工 或我們專業的照顧服務員的夥伴 來幫阿嬤煮熱水 他才能夠每天洗一個熱呼呼的澡 那宏道從 在全台灣各地其實陪伴了一萬多個長輩 就獨居弱勢的長輩從宜蘭到屏東 所以每一年都會很期望透過這個時間 十一月到二月的時間 可以募集足夠的經費 讓我們可以用一整年的時間來陪伴長輩 然後也在過年的前夕 陪伴他們過一個非常好的年這樣 那今年第五年我們非常開心 還是可以邀請到Ella來擔任工醫大使 然後我一直在想這五年的過程當中 每一年其實我都有機會 跟大家說說我們的寒冬駐老的服務這樣 那就一直在想五年了到底有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從看見去改變嘛 那所以過去我們可能做很簡單的 所謂送物資給長輩 那光這一項服務 事實上他後來很多的演進 包括變成百寶箱的服務 開車直接到山山把物資送給長輩 那或者是這一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變成了視訊陪長輩透過網路就可以購物了 那這一些的演進事實上也都很希望是 可以更貼近長輩生活的需要 而我們來做這一些的改變這樣 好所以我想寒冬駐老每一項的服務 他都非常貼近長輩的需要 不管是送年看送醫師或者是陪購物 一直到走村 那就會非常希望可以藉由大家的媒體的視角 來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看見 就是這一些長輩他們現在生活上面的實際 我相信從現在開始一直到過年前 在媒體上面應該會看到大量的各種 各個很重要的議題這樣子 那其實最難突破就是怎麼透過一個比較 更可以讓大家吸引大家的目光來關注這個社會議題 所以今年呢我們就推出了孤老 孤老童話 那大家想像中的童話故事可能都是有非常美滿的結局 那個通常ending都是怎麼 公主與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美滿的人生這樣子 但是童話故事裡面的人如果用一些更多的想像力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當他老了之後 他的生活情境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這一次透過非常謝謝創意出動 跟著我們也是陪伴我們走了非常多年 謝謝你們 每一年都是透過不同的視角 然後不同的設計來跟社會大眾溝通這樣子 紅道今年以孤老童話為主題 喚醒大眾重視中規一老時該面對的議題 期盼更多愛心民眾加入捐款助老行列 為他們的孤老生活帶來更多笑容與希望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人工電子耳在台30年造福及重度聽損者重返有生世界 但是目前健保政策只針對18歲以下全額給付單耳的人工電子耳 成能的重度聽損患者往往因為植入經費龐大而延遲治療 因此醫界也呼籲政府能夠重視這個議題 今年19歲首次參加巴西聽障奧運的許樂 包辦了100公尺跨欄金牌 以及女子100公尺銅牌兩項榮耀 成為名副其實的台灣之光 許樂說因為先天性雙耳及重度聽損 6歲的時候醫生幫他植入單耳的人工電子耳 他感謝父母的辛苦付出 再加上有電子耳的輔助 才能讓他體驗精彩人生 在田徑廠上發揮專長 因為我是從大兩歲的時候 我才因為就是我太過安靜 然後對很多聲音都沒有反應 所以爸爸媽才帶我去醫院檢查 那這一檢查就檢查出我是先天性的聽損 而且因為不是那些輕度 而是最重的幾重度聽損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爸爸媽非常的難過很悲傷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有助聽器 所以我先讓我佩戴了助聽器 但是因為助聽器他的能力還是有限 有很多聲音都沒辦法讓我聽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到我六歲的時候 我的爸爸媽決定讓我去進行電子耳的開刀手術 那那個時候有了電子耳之後 因為其實也不是一帶上去就可以有非常好的適應 所以我的媽媽花了一年的時間 就是每天六到八個小時去幫我進行部件 那這樣的時間過了一年之後 我才能夠慢慢的去熟悉去流暢的使用電子耳 那有了電子耳後我的聽力就更往上一步 就是我可以聽到更多的聲音 體驗更多的就是感受到這個世界 有很多更加美好的聲音 那也在我的不管是上課還是在訓練的時候 也能更有比較好的臨場反應 在競技的運動上面 我們的勝負往往都是0.001秒或者是0.1秒 就可以去奔出勝負 所以聽到槍聲起跑這個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幸好我有了電子耳之後 我才可以在這個方面不會落後其他的人太多 所以我才有辦法站在賽場上跟一般的人去競爭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我也會覺得說為什麼聽到這種千分之三的機率 就會降臨在我身上 但是現在我慢慢的我越來越有自信 那我也希望說我可以透過我自身的精力 去鼓勵跟我一樣成為身心障礙的人 就是雖然我們是庭長 但是我們現在很幸運有了電子耳的幫助 所以我們有了這些幫助以後 我們只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兩倍甚至三倍 只要付出的努力就一定可以進步了 我希望說大家可以 也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雖然我們是聽障 但是我們能力也可以比別人做得更好 還有全球第一位植入電子耳的耳鼻喉科李立昂醫師 也現身分享出現聽力障礙後的挫折感 直到完成電子耳手術 才讓他恢復生活與工作步調 這些情形一直在跟聽不清楚的狀況 在做奮戰的時候到2020年的時候 開始大家都戴上口罩 然後戴上口罩以後 我遇到一個很直接的困難 就是病人在告訴我的時候 我絕大部分沒有辦法聽懂 當我沒有辦法聽懂的時候 其實我會害怕 所以我會叫病人用手寫 然後或是留我的Line給他 請他用Line跟我溝通 那所以像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在工作的時候 就已經會遇到一些困難了 所以我老師跟我講說 那你就先戴注定器 至少在生活作息上面 你能夠先 那個彌補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最直接的影響會在這裡 就是我在陽明交通大學 念博士班的時候 我的同學們 有一天在上課的時候 突然通通跑走 然後剩我一個人一直低頭 在做我的事情 然後最後面一個同學跑回來 再把我拉出來說 外面火警警報在想 你怎麼沒有逃 然後所以大家都跑 就我一個人沒跑 如果這個是真的一個火警事件 那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我的生命安全 其實就自己受到影響 所以這件事情 會反映在高頻聽損 因為高頻聽損 越嚴重的時候 在這些所謂的高頻的警示音 喇叭聲 電話聲 電鈴聲 基本上來講 都來不及聽清楚 那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會靠視覺輔助 所以如果視覺也沒看到的話 其實當很危險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其實會逃不掉 這其實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直接的威脅 下一張 然後我沒有辦法用註聽器去補助我的高頻聽力 那剛剛前面幾位都已經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高頻聽力的重要性 那語言辨信力非常差 那大概只有20% 那這件事情就是換句話說 大家跟我講了十個字裡面 我有八個字會聽錯 那這樣子的話 我必須要靠著看著大家的表情 跟文字來輔助我的溝通 不然我很容易會錯意 那大家知道醫療這種事情 尤其是我是一個開刀的醫生 如果判斷錯誤 其實這個溝通沒清楚 其實對我來講 或是對病人來講 都不會是好事情 所以我就變成說 我要去積極的去管理我的聽力損失的問題 下一張 那所以我的老師吳哲明教授 他就建議我做人工額發植物 然後希望能夠恢復我的聽能 然後避免我的腦部退化的問題 所以我的建議會是這樣 以後的視聽 除了保健 然後還要積極的去做防照 生活規律 跟主動就醫 那如果能夠早期配胎注定器 那有機會能夠避免聽損變嚴重 那如果聽診變得太嚴重的時候 只要接受人工掛 那個人工定制的植物 基本上還講 是能夠協助我們趕快把 那個腦部的功能跟生活 恢復成歸幹化的生活 那這對每一個 就是後天視聽的病人來講 它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下一張 那所以非常感謝政府 也非常感謝我們衛生局社 醫師也指出 聽力損失也是造成失智的重要因素 呼籲政府能重視65歲以上長者 聽損治療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台灣現在目前已經進入老年化的社會 那其實在失智這一塊 是政府一直在努力 在要去克服的 但是聽力損失其實是造成失智一個 相關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是可以去治療以後 可以預防更多的失智的人的產生 所以這個是我們 這一塊我們政府要特別的重視 那當然人工電子耳 在這種高失智的這種重度的 極重度的這些病人來說 大概全世界大概只有3%的人 他可以用人工電子耳來治療 但是全台灣大概已經有70萬人 接受人工電子耳 那在台灣我們今天其實就是要來 感謝已經有3000位的 其實大部分應該都是小朋友 接受了這個人工電子耳的治療 可以讓他們跟我們一樣 可以聽到這麼美好的聲音 在他們的人生的成長歷程裡面 所以在座的各位 很多都是在從事這一塊的努力 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非常的偉大 那當然在政府其實有很多 這一方面就是剛剛講的這個失智 還有人工那個 延長者的失智的問題 真的有很大的空間 那當然現在政府的相關的政策 其實並沒有對這一塊有很大的重視 其實我們現在的這些治療 或是包括健保的補助 他只有針對18歲以下 65歲以下有相關的一些補助 但是針對65歲以上的年長者 其實並沒有 並沒有 這一塊就是我們應該要提醒政府 去做這一方面的努力 因為他跟失智症有蠻大的相關的關聯 所以當然在做這一塊 他可能要花費蠻多的錢 但是其實在整個我們這個社會經濟 還有政治的發展裡面 在整個預防還有治療 這個年長者的聽力的障礙的這一塊 我們應該要一起來努力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的 其實現在世界上那個直路最久的 目前103歲 他在90幾歲的時候也直路 結果他也經過十多年 然後過了非常好的一個日子 然後因為最主要是電子的直路以後 他可以讓病人他聽得更清楚 所以他不會就是本身 會需要跟社會隔離 所以他與人家溝通的 能力就會進步 所以他可以享受他老年以後的生活 我們目前最大的缺口是因為 政府的補助耗材的話到18歲 那我們是希望政府能夠 那個把這個限制能夠把它拿掉 因為一般以那個目前成人來說的話 大概只到那個30萬而已 可是一個電子的話 它本身需要大概90萬 所以像這個缺口的話 就是會阻礙很多成人的人 接受這方面的一個治療 然後以世界上來說的話 像澳洲的話 它70%以上 美國50%以上的 那個直路者都是成人 那我們台灣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只有兩成的 那個直路者是成人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這方面 可以更加努力 我是覺得說一般我們還是會呼籲 就是說政府的話 能夠聽到那個我們大家的一個心聲 因為這個對一般 我很多病人的話 他們因為聽不到 所以他們被迫要離開職場 或者說他在學業上 他本身都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所以像這個部分的話 就像我們剛才有一些那個演講者講到的 他直路以後 他以前的所有不能進行的一個工作 都有辦法進行 然後像我的同事的話 他本身是一個侯科教授 然後在疫情期間 因為他戴口罩的關係 所以病人在講什麼 他都沒辦法聽得到 不過有時候像這種情形 甚至有時候會被迫離開職場 這對一個很年輕的醫師 大概五六十歲來說的話 真的是蠻可惜的 由於目前健保政策 只針對18歲以下 給付單耳的人工電子耳 成人電子耳的社會補助出現缺口 醫界認為政府在這方面 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界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花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作者還有日期 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 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 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其盤關心您 不管是翠玉白菜還是親民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館藏豐富世界文明 為了方便基隆學生探究文物歷史 提升藝術建賞力 基隆市政府和故宮簽署合作備忘錄 將故宮豐富的數位資源引進基隆市政府 開發的香機堡MR 讓基隆學子在線上就可以進入故宮 認識文物尋找國寶 基隆市副市長李永發與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黃永泰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故宮擁有文明世界的珍貴文物及豐沛的教育資源 因此希望與近幾年推動智慧教育有成的 基隆市政府方面共同合作 將館藏文物與博物館專業透過網路導入學校 全國大家都知道整個基隆市完全改變 不論是硬體軟體外面的改變 甚至我們就開始想到 其實故宮有很多教育的資源 還有博物館的專業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能跟地方政府合作 這個部分再加上我們發覺 市政府在一些專案上 尤其是智慧教育 以及在深深有平凡 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覺得可以跟我們的數位 還有我們的展覽可以結合 所以由於這樣 我們就制定了一個所謂的合作的計劃 基隆市副市長林永發表示 市長林永昌上任後 積極在各校建構智慧教育相關設施 這次與故宮的合作 就是希望引入故宮豐富的教育文化資源 幫助基隆學子探究文物歷史 並能提升藝術鑑賞力 我們所有的網路 所有的科技的設備 新創的教室等等都具備 那這有了這些設備 當然我們也需要很多的資源 那這些資源當然我們自己 也有開發一些APP 那相對的資源如果去融入共同運用 讓教育能夠發揮到極致 那故宮這一次的合作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故宮所有的典藏相關都會有數位化 那數位化能運用的部分 那故宮也是一個教學 解說的這個環境 那能夠提供我們 那能夠提供我們在這方面 更加的讓學生們 能夠有充分的了解 除了把故宮數位資源 融入基隆市政府香機堡MR 擴增實境教學APP 由首富壽們帶領學生 認識故宮文物尋寶 未來雙方也規劃 將故宮高仿真 複製國寶書畫 到基隆市各校巡迴展出 故宮副院長黃永泰更宣布 基隆市學生只要憑樂學卡 就能在故宮禮品店 以基隆專屬優惠價格購買 期待基隆學生與家長 可以到故宮享受一場 知性有趣的深度旅遊 記者張祺藤基隆報導 疫情期間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是最辛苦的一群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在招委邱太元帶領下 到基隆長根 以及布立基隆醫院考察 了解疫情後期醫療量能調整 並且向醫護人員致意 代表民進黨參選基隆市長的 立法委員蔡世映 也陪同參加提出相關醫療政策 希望讓基隆市民獲得更完善的 醫療照護服務 在招委邱太元帶領下 包括立法委員尤玉蘭 陳玉珍等立法院未還委員會成員 到基隆長根醫院 及布立基隆醫院參訪考察 一行人先到基隆長根中央檢驗室 了解新冠病毒PCR檢驗流程 並參觀各形式病房設施 由於疫情期間第一線醫護人員最為辛苦 未還委員會除了來為醫護加油打氣 也希望了解這兩家基隆大型醫院 在疫情趨緩後的醫療量能調整 蔡思雲委員 劉毅蘭委員 還有我們陳毅珍委員 我們共同一直都是關心 我們人民健康的委員 今天在雨中 也要來這邊給我們的醫療 人臉最大的溫暖 同時我們政府那個 我們衛福部長官也過來 我們共同來看看 在疫情當中的發展的經驗 我們累積給台灣 然後疫情以後我們怎麼樣 看基隆長根怎麼樣 再把醫療的量能做到最大 基隆長根醫院方面回應表示 院內的新冠患者專責病房 在疫情最高峰時 佔了全院病房數20% 隨著疫情趨緩 目前已經調降到8%共63床 院方將視疫情發展情況 適時進行調整 陪同立法院未還會參訪 將代表民進黨參選 金融市長的立法院蔡世英 也提出他的醫療政策 除了延續林歐昌市長老人 免費裝甲牙 及降低施打肺炎鏈球菌 年齡到65歲外 蔡世英表示 上任後將推動 市立醫院部分轉型 以長照為主 我們認為長照的機構 要由市政府這邊持續來推動 所以我提到了 未來的市立醫院 會轉型 有部分會轉型為長照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 更多的長照的量能的能量 那再來我們當然會鼓勵民間 持續地推動長照的議題 另外蔡世英也計劃 將各區衛生所 升級改制為健康衛生中心 落實成為 里林間最重要的 民眾健康促進單位 那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會讓我們的衛生所 從過去比較官僚的體系 變成一個服務市民的一個中心 也成為各區市民 關於健康諮詢最重要的 一定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幾千事前 這個是我們未來 未來持續來推動的 蔡生英也強調 金融市衛生局 將持續深化 與金融四大醫院的 合作 協助擴大醫療量能 並配合中央政策 鼓勵更多醫療機構 進駐基隆 讓金融市民 能獲得更完善的 醫療照護服務 記者張啟騰金融報導 為在基隆市新疫區 深澳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 轉介來受虐或是受暴 接受保護的安置兒少 而被稱為江奶奶的 善心人士江美妮 特地發起購買主恩兒童之家 桌麗 幫助弱勢兒少的活動 呼籲社會各界響應 一起來幫助這群 弱勢兒少 包括市議員 莊景田以及韓世玉 每個人都拿著一本 主恩兒童之家出版的 2023年愛心桌麗 呼籲社會各界一起發揮 愛心認購 協助主恩兒童之家 籌措照照顧孩子們的經費 這是被孩子們 江美妮特地發起購買主恩之家 桌麗幫助弱勢兒少的活動 桌麗太多 沒辦法送那麼多的榨子 還有存捐款 不管是存捐款還是桌麗 不管你是訂購一本兩本 或者說捐幾萬 我們都非常非常感恩 其實社會也有照顧網 那照顧網這個區塊的話 其實也不能落下 那所以說呢剛剛有講到說 像我們可能本來基隆士的話 是在我們可能中學以上 但是呢現在中小學也有 但是呢相關的資源的話 還是要靠我們各位在座的各位 我們會長各位審財 那大家一同的支持 以及努力呢 才會讓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以及呢我們社會的照顧網 更加的健全 這個環境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最重要要感謝我們的執行長和主任 你們這些弟兄姊妹 長期在這裡的付出 讓我們能夠更溫馨的成長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會 有我們的善心人士 取之以社會 用之以社會 讓後面的這個後面 沒有獲顧自由的 位在基隆士信義區 深奧坑路的主恩兒童之家 是由財團法人 紀志文盛道基金會成立 專門收容安置基隆 或是新北市政府 轉介來受虐或受暴 接受保護 6到18歲之間的 弱勢安置兒少 對於來自市議員 街頭藝人 殯葬業者 以及獅子會會員 和江信中慶會等 各界善心人士的幫忙 執行長徐華強牧師 由衷感謝 出去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說 還有家庭的孩子 對於這個社會之一 貢獻 再一次謝謝大家 這次的活動 總共募集到 將近8萬元的善款 目前主恩兒童之家 總共有包括 國小國中和高中 29名安置兒少 歡迎社會各界 一起來關心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感謝您收看眾家新聞 我是吳俊桑 為了 否則 李扭 郭 佛 走 您 叫 унк